美国名导魏斯·安德森 以至终构图和独特电影风格文明 最近推出新作《法兰西特派周报》 广邀国际级影帝影后齐聚 互标演技全是奇特角色 这次电影故事背景在虚构的20世纪 一家驻法国城市的美国杂志社 主编召集多位著名写手撰稿 周报中充满着奇人意识 与古怪杂谈 电影以三篇精彩的专题报道 带着观众一探这些充满奇想的迷人故事 法国鬼才民导李欧卡霍 睽違影谈近十年 推出音乐电影新作《En it!新梦恋歌》 招来金奖影后马力勇科蒂亚 与实力派影星亚当崔博主演 故事描述歌剧天后与脱口秀巨星 坠入爱河 但两人的事业成就差距却越来越大 考验彼此的关系 而女儿安妮特在此时诞生 又掀起两人之间的风暴 纪录片《由你相伴的旅程》 将失智症患者与照顾者 不为人知的心酸记录成电影 影片聚焦60岁 常年在外独自生活的岳朝林先生 发现母亲和继父不仅日渐年迈 还已经双双罹患了失智症 电影动人刻画失智家庭与疾病共存的日常 也透过镜头记录下家属的心境 如何学习面对陪伴与放下 温情电影《461个便当》改编字小说 故事描述一个单亲爸爸 为了遵守与儿子的约定 每天埋头做便当 好让儿子乖乖去上学 即使一开始不熟练的手艺 闹了许多笑话 但随着厨艺禁忌 个性内向的儿子 也因为爸爸的手做便当 和同学有了话题 高中三年累积的461个便当 拉近了父子间的距离 也验证了爸爸的爱 装设综合报道